同学你好 大家可能经历过口腔周围水泡的困扰 口唇周围出现水泡是口唇泡疹的常见表现 口唇泡疹和我们这里要介绍的生殖器泡疹 都是由单纯泡疹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口唇泡疹主要由单纯泡疹病毒一型引起 经飞沫或接触唾液传播 生殖器泡疹是由单纯泡疹病毒二型引起 经性途径传播 生殖器泡疹主要表现为外生殖器或肛门周围 成群或散在的小水泡 可破溃形成糜烂或溃疡 自觉搔痒疼疼痛 最近单纯泡疹病毒一型引起的生殖器泡疹有所增加 单纯泡疹病毒可引起险性感染 潜伏感染 整合感染和先听性感染等多种感染类型 生殖器泡疹是险性感染的表现 可反复发作 图中所视为女性的生殖器泡疹和新生儿泡疹 关于单纯泡疹病毒的生物学性状 单纯泡疹病毒属于泡疹病毒科 是中等大小有包膜的DNA病毒 基因组是双链线型DNA分子 包膜糖蛋白抗原有约11种 与年负细胞融合和免疫逃逸有关 有的可诱导产生中和抗体 包膜糖蛋白中的GG为型特异性糖蛋白 分GG1和GG2 以区分单纯泡疹病毒1型和2型血清型 两型DNA有50%的同源性 单纯泡疹病毒宿主范围比较宽 人胚肾 吐肾细胞培养 细胞病变效应可以观察到 吐、臀鼠接种 可以出现多种感染类型 关于单纯泡疹病毒的致病性 单纯泡疹病毒的传染源是患者 健康带病毒者 人群普遍容易感染 且隐性感染率比较高 生殖器泡疹主要通过性途径传播 单纯泡疹病毒感染 引起的感染类型包括原发感染 潜伏感染和复发感染 原发感染主要表现为生殖器泡疹 先天性泡疹 潜伏感染 是指以非复制状态潜伏在神经节 原发感染 愈合后 病毒沿神经纤维上行 单纯泡疹病毒1型 潜伏在三叉和近上神经节 单纯泡疹病毒2型潜伏在底神经节 复发感染 发生在非特异性因素刺激下 病毒基因组激活转为增殖状态 病炎神经纤维下行至墨烧 到达附近的上皮出现泡疹 复发感染可以反复发作 先天性及新生儿感染 属于垂直传播或分娩时感染 孕妇原发再发感染 通过胎盘可以引起早产 流产死胎畸形 通过产道传播可以表现出来新生儿泡疹 单纯泡疹病毒引起的机体免疫反应 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产生的中和抗体 可以中和病毒阻止扩散 但不能清除潜伏的病毒 即阻止复发 持发超明反应和 杀伤性T08细胞发挥主要作用 有控制和清除感染的作用 泡疹的维生物学检查 单纯泡疹病毒典型的皮肤损伤为水泡 浆液中充满感染性病毒颗粒 在水泡基底部有典型的多核聚细胞 刮取泡疹病损材料图片 进行荧光标记或霉标记抗体染色 检测细胞内单纯泡疹病毒抗原 或者标本染色净检 寻找细胞内的包含体及多核聚细胞 均有益于诊断 PCR和原位核酸杂胶检测标本中的DNA 也可以有诊断的价值 检测单纯泡疹病毒抗体的血清血检查 常用于流行病学调查 关于生殖器泡疹的防治原则 首先我们要知道目前尚无单纯泡疹病毒二型的疫苗 为减少感染机会 要避免接触活动期二型泡疹病毒感染者 抗病毒药物包括阿希洛维、根希洛维 可以治疗泡疹临床症状 不能消除潜伏感染和复发 关于生殖器泡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